文艺复兴 我们要讲的题目是文艺复兴的诗 这个题目是很有趣的 因为文艺复兴运动 它开始于诗歌 出现了哪些诗人 出现了但丁 彼得拉克 伯加丘等等 同时文艺复兴也起源于艺术 起源于各种画 所以我们中国人把它翻成文艺复兴 主要就是它从诗歌开始的 在文艺复兴中多的艺术领域里 其实就是没有什么东西 要比诗这个领域更加的动能 更加清澈 也更具有说服力了 同样在人所居住的世界里 没有什么要比人这样一种生物 更加能够改变我们的社会 也没有什么要比人文主义这个词汇 更加简单地说出人文的感受了 所以今天同学们到这里来 我们都知道这些同学非常优秀 汇集到这里 就是想知道 为什么文艺复兴是起源于诗歌 起源于艺术 而不是起源于其他的什么 因为文艺复兴是一种文化的极定 或者说文艺的复兴 但是随着人类的诞生 随着而来的其实就是文化的诞生 而文化正是我们这个人类 我们这个星球所最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们对这一点 所以有这么深刻的感受 是因为有一种异常的东西 一种非文化非理性的东西 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统治过欧洲的历史 那就是黑暗的封建时代 他宁可只要野蛮也不要文化 宁可只要简单的武力统治 也不要复杂的文明治国 所以我们有一种说法 叫做黑暗的宗世纪 他要求把文化数字高格 过着要求文化永远只在想象的空间里面 去描绘那种动荡不安的 宗教的肖像画 然而在私人所唤醒的文艺复兴时代 一切确实完全不同了 人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类创造了物质 但是没有文化的物质 只会把我们引入歧途 增进敌意 因为欲望呢 常常会逼迫人们 放弃那些更加令人激动的 属于人的东西 中世纪的武力 战争 等级 这只会让人想起地位 欲望 只能想起那些金银和房子 只会去想那些吵吵闹闹的 无休止的争辩 和骑士们的 你是我活的决斗 而当人们 从野蛮状态中摆脱出来以后 那就会感到 如果没有文化 没有诗 那么人就会很快忘记 我们人类的最主要的目标 和最珍贵的东西的 所以人文主义只是一种感觉 一种对于人的生命的真实理解以后 所产生的感觉 它不是一种成体系的哲学 不是意识流 不是意识形态 不是为艺术和艺术的 金银哲学家们 创造出来的高深莫测的东西 因为它只是一种 关于人性的感觉 当我们在大街上走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一些很美丽的人 看到一些很令人愉快的现象 看到人脸上的笑脸 看到欢乐 在这种时候 一种审美的感觉就出来了 随着而来的就是光 美 爱 灵魂 还有和人的尊严连在一起的 真正作响的音乐声 当人文精神到来的时候呢 每个人都会立刻感到 他其实都是追求美的 追求一种完美无缺的东西 那些完美无缺的东西 总是令我们感动 我们都很熟悉这样一种欢乐 在美的形象里 在旋律里 在伟大的作品面前 在春天的草原里 在天空 绿野里 在某个刹那 它就接近了我们 从而也把我们带入到欢乐之中 那么这样一种神秘情趣呢 是我们人类所独有的 它不是一种欲望 而是一种文化 当这种文化的光 被某种东西极为神秘地点亮了以后 它往往是经久不息的 现在让我们讲第一个问题 叫做早期的私人们 让我们回到历史之中 十四世纪的意大利人啊 因为战争和瘟疫的关系 已经完完全全被抛到了 黑暗和痛苦之中 十四世纪呢 出现了一个黑死病 也就在1348年的时候 整个欧洲爆发了黑死病瘟疫 死了大概五分之二的人口 那么到了那个 剩下的人们呢 就非常悲观 要么就是迷信 要么就是悲观失望 那个时候的意大利呢 它是四分五裂的 再加上法国 德国 都对它呢进行战争 想要吞并 这块当时欧洲最富饶的地方 离开了威尼斯 佛罗伦它不远的地方呢 就是伟大的罗马古城 但是现在那个教皇的宫殿 那个伟大中世纪精神的象征呢 其实也已经衰落了 在彼得拉克十岁的那年 也就在13 也就是在1308吧 大概那个时候 因为法国君主的捣乱 和罗马那个政治的那个变动 罗马教廷啊 就被迫迁到了法国和意大利 交界处的一个小城 叫做阿威农 从此呢 那个罗马教廷呢 就不在罗马了 他是被法国人主持的 一个红衣主教团呢 所控制 教皇呢 就这样被法国的君主 左右了许多年 所以那个瘟疫战争 饥饿就吞射了一切 文化和商业都衰落了 终于的人们 在没有文化和秩序的时候 显得尤其可怕 夜里的街道上 根本没有人敢于行走 妇女们遭到了更多的 凌辱和打击 她们已经被过多的苦难 抹去了脸上灿烂的光辉 过多的折磨和社会的紊乱呢 早已使她们疲惫不堪 教堂的终生呢 仍然在想着 但已经是一种预告死亡之神 来临的哭泣声 人们在哀叹 在咒骂 在计算着 哪一天是自己的死期 不管是清醒的 还是昏迷的 不管是集中纯粹的宗教灵感 来进行祈祷 还是用其他的方法来麻痹自己 都已经无力 回天 意大利已经落入了命运的魔爪 人们有的时候就怀疑自己的井水 被人放了毒 有的人又怀疑是否自己已经得了什么疯狂的病 每天大家都悲观失望 每天就在这些天灾轮祸下造成了苦难中煎熬 爱情也停止了 任何的感情一旦抓开 就马上被堵塞 人们的心冷了 心死了 再也体会不到往日的欢乐 就像那个魔鬼把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 欧洲到处都在跳死亡的舞 那么在德国那个地方出现一种宣传画 叫做骷髅舞 就是一架一架没有露体的那个骷髅 他们在跳舞 当这样一种悲观情绪蔓延到意大利的时候呢 意大利的人也非常悲观 伯加秋曾经在写过一本书叫《十日谈》 他又说呢 当温宇来临的时候呢 那个意大利的人的道德已经沦上了 那么人与人之间互相冷漠 到处都是尸体 最美与的妇女也找不到一个能够帮助她的人 在这样一种情况呢 人就出现一个道德伦上的局面 那么至于意大利人 引语未豪的那种文化 那曾经产生过伟大诗人 淡丁的国土 淡丁呢是生于1265年 始于1321年 而黑死病呢是爆发在1348年 那么黑死病一来呢 那个文化也没有了 淡丁也被人忘掉了 现在呢也听不到诗人的音讯了 以前有过一个淡丁 但是他早就被流放 并且在1321年死去 似乎意大利人已经把他遗忘了 所以可以想象 这种灾难接二连三的打击呢 已经把意大利人敏感的心理弄麻痹了 好像事实上文化和艺术 注定要远离这篇 曾经深深热爱过他们的土地 仿佛人们心中的伟大理想 和那些与时间共存的诗篇 也要伴随人们的叹息 而永远地宣告自己的终结 那么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中 人们的生活呢 除了重复还是重复 生活就好像是一个大的布袋 过去什么道听途说的谣言 都可以引起人们的好奇 现在人们的思维呢 既然已经被局限住 那么人的愿望也就不能展开了 意大利多余的天气 阴暗的天气中呢 几乎没有什么 能够引起那么高兴的事情 因为在那种黑暗时期呢 种植呢不能发芽 英雄和理想的个性 都在阴冷之中呢 变成了灰蒙蒙的一片 就在这样一片惊慌 迷乱和无奈之中呢 好像在一批非常不为人 重视的文化人那里 开始传递 从阿威农那里传来的几寿小诗 那些小诗也没有论述 什么伟大的问题 他们只不过是一些爱情诗 是一个名字叫 彼得拉克的人写的 那么彼得拉克呢 是生于1304年 死于1374年 活了那个70岁 那一年呢 彼得拉克不过20岁 那么彼得拉克那些诗呢 好像是要献给他崇拜的一个偶像 名字叫罗拉 那么事情是这样的 在一次教堂的聚会中呢 彼得拉克呢 看见了罗拉 他们也没说话 但就在某个瞬间呢 奇妙的光亮产生了 彼得拉克看见罗拉以后呢 就产生了一种称颂 九神的冲动 他于是每天呢 在诗验那个罗拉 于是每天就用笔 把他的感觉写下来 写诗歌 那么真的是这样的 在真诚的心灵中呢 语言 把语言变成诗歌呢 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 因为彼得拉克这位天才的青年呢 能够用一种最为志气的自然话语 把最丰富的素材 转变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宇宙 然而正如一种伟大的爆发力 是靠一根非常微弱的脆弱的导线 就可以把它点燃一样 这些看上去毫不其然的小诗 马上就在人们心里 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人们一看到这样的诗 就想起了淡丁 就想起了淡丁 以前写过一本书籍 叫做《心声》 我们都知道诗的本质呢 很可能是真正令人陶醉的 况且那些情诗呢 还源源不断地 从那个小城 阿维隆那里传过来 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一种诗的音符 已经在意大利和法国奏行 一个由诗开启的时代就知道来 于是呢就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 我是谁 我为什么要活着 我是生活在什么年代 我和其他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应该怎么生活 同时死又是什么 我怎样才能拯救自己 那么这些题目呢 就是非常适当地提出 后来却成为永恒 他们直接影响到以后的 俄罗斯伟大作家托尔斯泰 因为俄国的 这位伟大的文学巨匠 用自己的生命的最后三十年 就是要逼迫自己回答这些问题 其实我是谁这样的问题呢 是太难有回答了 尽管在找寻生活意义 或者生命意义之间是本身 是完全恢复逻辑的 那么我是谁呢 首先我是个生命题 我不仅是一个个人 我还是个社会的人 还是个文化的人 一个具有自我意志的人 那么一切都会翻转过来了 所以首先要认识到 生命的价值 然后呢才能认识世界 生命是这样的宝贵 浪费生命简直就在浪费 上帝伟大的创造 那么人就开始重新认识世界 重新打量自己 突然发现自己身上 具有一种大的 无以复加的能量 能简直就是一半的神 他被称为万物之灵 他可以凌驾于万物之上 而替上帝呢 来带墓 就是帮助上帝来管理世界万物 那个时候不管是男性 还是妇女 现在也渐渐变得美丽起来了 一个优雅的女性 有事就是一切 那么宫廷里面 如果少了美丽的妇女 那就变得毫无生气 那么男欢女约 就结成了一种男朋友的关系 那么正如呢 现在那个意大利人呢 又开始强调诗歌 强调优雅了 如果说女性要更加美丽和优雅的话 那么男性呢 就应该精神充沛 有风度 有智慧 同时还有充分的控制能力 男人呢 不能再像中世纪那样 出气的撒野了 在那个抒情师的面前呢 他的随心所欲呢 就显得滑稽可笑 诗歌呢 把时代也改变了 特别是意大利 那么那些威尼斯双人 佛罗尼沙的银行家们 他们已经恢复了他们的野心 春春欲冻的要去争钱了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 他们谋划着 怎么把教皇再接回来 因为他们的那个罗马教皇 老在那个意大利 法国的边境上 那个阿卫弄 那不是一回事 他们谋划 怎么把那个教皇 在从法国接到意大利 人们呢 也开办了学校 为了生活 或者为了经双 人们必须学习 意大利的观念呢 是男性在没有赢得 社会的成功之前 是无法结婚的 尽管呢 有很多少女 也无法结婚 这样一种新的情景呢 是完全不同于 中世纪的 它使得没有本领的人 感到无敌之龙 人们呢 热爱文学起来了 在出版的书籍中 文学 历史 宗教的作品 占到了70% 为了满足 人们的需要呢 就出现了许多 配有图画的 和预言的著作 教育就被提伤了 日程 双人和骑士们的学习热情 也空前了高涨 有8% 9%的双人 都学习文化 刷人和骑士 对于文化的乐中呢 又是大学 兴起了 大学教育和活字 排版印刷 也风行起来了 那么在意大利 在德国 在威尼斯 在佛罗伦沙 都出现了一种 世俗化的学习浪潮 一些署名作家 和一些桂冠师人 成为人们的新的偶像 他们的作品呢 在全二组发行 音乐也发展了 绘画 不仅被大大提倡 而且呢 出现了许多 真正动人心弦的 人体像 后来最著名的 就是那个 佛罗伦沙的那个 达芬奇 画的蒙娜丽莎 还有米卡兰奇罗 雕刻的大卫 那么这些情况呢 就使人们感到 文艺复兴的时代到来 文艺复兴要用 它灿烂的光芒 来驱逐中世纪 阴暗的乌云 它要让古代的 优秀的文化 重建天日 让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呢 四处蔓延 这样呢 就与悲观主义的 自卑情节呢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相信嘛 一首诗 促进了一代人的进化 这是因为 这首诗 就像伟大的 词人淡定的 《心声》一样 是对一个 单调的世界宣战 因为单调是一潭死水 里面既没有 产生激情的印象 也没有导致 人们幸福的人格力量 然而 彼得拉克写的诗 就不同了 他告诉人们 陷入软弱无力之中 是很可怕的 而生命 则是最有效果 而最发能身形的 我们发现 那个彼得拉克 他的诗 在很大程度上 与他所出的 那个时代是对立的 因为那时的人 觉醒程度很低 人的欲望 被过分地压抑 当时在社会上 普遍地宣扬的是 人是罪人 这个概念 不仅是劳苦大众 就是研究 人类思想的知识分子 也真的把自己 当作罪人来对待 中世纪的贵族 是凄凉的 和孤房自爽的 如果没有什么 特别的事情 那就是一个 孤零零的所在 一座城堡里面 楼下是一些年轻人 他们是首位 城堡的骑士 却围着一团伙 喝酒 他们养世住在楼上的 那个领主 和主人 和小姐 所以那个时代 死亡距离人们的生活 很近很近 农民更是 增加在死亡的边缘 贵族活得也不好 他们常常因为战争 而遭遇不测 那么现在呢 文化和诗歌来了 诗歌带动了一个时代 又推动了一个时代 诗歌 艺术 绘画 雕刻 像暴风般的 向人们涌来 每天都有奇迹发生 每天都有 用强有力的 艺术造型 来唤醒人们 戏剧也开始了 文化正用 正用它那个 训练有术的双手 从各个方面来 震撼人心 又过了几年 那个时候 彼得拉克已经 三十七岁了 当彼得拉克 刚写诗的时候 他是二十三岁 现在他已经 三十七岁了 距离他初次 遇见劳娜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 整整的十四个年头 这一年 他和他的朋友们 聚集到了罗马 在古老的 罗马元老院的 遗址的废墟上 朋友们为他加冕 为桂冠司了 那个时候 尽管彼得拉克 已经声名卓著 然而呢 他现在个人怎么样 已经不太重要了 重要的是呢 彼得拉克和他的朋友们 已经结成了一个团体 一个被后人 称之为 人文主义者的团体 这些人都已经长大 他们不仅仅是 浪漫主义的 抒情诗人 而且他们 也在几个方面 一掌风产 一个就在形象的领域 视觉艺术领域 那就是写诗 搞艺术 雕塑 绘画 大批的作品涌现 足以震撼人心 另一个呢 就是研究古典文献 那就是和古代的希腊文化 罗马文化 和和马 苏格拉底 布拉图 西塞罗 交流 因为他们认为 中世纪的文化是不好的 他们要发掘 真正的优秀的古典文化